不論是柔力球的展現 或是國際標準舞的翩翩起舞 還是打一個幸福權防疫律動 再再展現出銀法學員們的健康活力 這是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委外由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辦理的長青學院 在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行的第41起動態成果表演 另外也在基隆市政府一樓一文走廊靜態展出書法 西畫以及攝影等課程的成果發表 展現銀法學員們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也展現出銀法學員們的活力和魅力 我們非常期待65歲的大哥哥大姐姐 都能夠來參與我們的長青學院的課程 無論是我們靜態的書畫或者是西畫攝影 或者是我們動態的舞蹈歌唱表演 運動等等的課程 都歡迎65歲以上的大哥哥大姐姐 一起來報名參加 我們3月份會有再新的T4來開課 那我覺得學習很重要 幫助我們的腦力 幫助我們的體力 幫助我們的心情 還有交到好朋友 以及把你的創作你的表演你的作品 能夠跟社會大眾分享 也是你對社會的一份貢獻 我們一起來共榮快樂的生活 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更是親自參加了 動態和靜態的成果展 為銀法學員們的努力學習喝彩 在市政府一樓靜態展上 還遇到一位80多歲的女學員 要求和楊玉欣在她展出的作品前合照之外 興致一來更當場演練了一小套太極拳拳法給大家看 讓大家為她一進一動的創意與活力為之驚豔和佩服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表示 為了讓銀法學員跟上時代潮流和趨勢 未來長青學院也考慮陸續開設和AI人工智慧或是元宇宙等相關課程 我們承接金融市政府的長青學院已經有兩年了 我們也是希望在這邊的長者能夠活到老學到老 並且也能夠與時俱進 所以在今年當中有增加一些水電的課 還有手機AR的一些課等等 未來如果有一些更先進的科技的部分 我們想要把它結合進來 包括長者怎麼樣雖然是退休了 但是還是跟這個社會繼續接軌這樣 讓她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退休跟沒退休啊 其實是不是一個很明顯的界限這樣 社會處指出今年度長青學院選課總計有1414人次 其中超過90歲的學員總共有8位 充分實踐活躍在地老化以及終身學習的精神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